請警察 不要再講話 火氣很大和警方爆發衝突 一旁大排長龍 這裡是藥局 開放健保卡購買口罩第一天 有男子到場鬧場 不要一直都送你 不要一直想到別人在 就怕出亂子 警方也到場協助 員警以身作責也戴上口罩 藥局人員緊盯電腦系統 核對身分證交付口罩 新北市板橋這間藥局 一共100份成人口罩 25份幼童口罩 9點開賣 9點20分 號碼牌全數發光光 8點多 3637 像我這個小孩都是上班 他們也沒有辦法來拍 就是派我這個行動不變的 腳骨折肉還跑來排隊 行動不變在超商搶不到 這位阿姨開心終於買到口罩 但有人來遲了 早就全數賣光 避免受慶後有民眾起糾紛 警方也來住一臂之力 海山分局員警出動兩個人一組 將藥局列入巡邏點 以海山分局作為例子 轄區內44處購買口罩的藥局 分發給各派出所 早上8點到10點 巡邏路線增加藥局 前巡邏箱也幫忙看顧賣口罩狀況 警方跟我們這個 本來就互動得非常的好 他本來就平常都會來跟我們巡視 那我們也是臨時接到任務說 今天有警察會來幫忙 政策修改 期望能讓更多人都能人手一照 但疫情升溫 民眾薪金 警方幫忙護口罩 要避免突發狀況 記者 潘家印王英竹 新北市採訪報導